新浦江太子道東有鵬架 昨天在大嶼中倒塌 造成交通濕塞 目前往觀塘方向的晚線 仍然是封閉的 我們的同事李瓶仔現場 李瓶,太子道東的交通情況如何? 由於還有兩條行車線封閉 所以現在交通比較行車緩慢 不過還不算是很濕塞 而路政署人員也已經進行工程 可以見到太子道東的一段中間的石膊 已經是拆除了 現在工人正在鋪納青 工程完成了之後 一段太子道的西行線 就可以隨時轉為東行線 來應付下午東行可能比較繁忙的交通 嵌棚架的現場大部分已經清理好 警方在早上7時15分 解封太子道東東行一段行車線 以及通往景泰街的一段行車線 車輛仍然要慢洗 龍尾一道排到九龍城的聖德勒薩醫院 當局將太子道東一段分隔東西行車線的石膊 八點多鐘就上車了 今天呢 今天遲了20分鐘左右 屋宇署人員到現場視察 表示鵬架和部分冷氣機支架有鬆脫的危險 所以道路未能夠完全解封 預計今日之內會移走鵬架 對於昨天狂風暴雨引致多個地方交通濟塞 環境運輸及公務局局長廖秀東說 當局已經第一時間公布濟塞的地點 因為平時如果是颱風是有警告的系統 以及亦都是突然之間 好像一個十號風球那麼大的風 而引致這麼多地方發生意外 我們在應變上當然需要組織一下 各個部門已經是盡快的時候去做 他希望市民明白多加隱讓 報警署說他們會踏在一個工作台 來穩固剩下的棚架 要確保剩下的棚架沒有倒塌的危險 才會開餘下的兩條行車線 這個工程大約需要大半天 即是說到了今天的下班繁忙時間 這兩條行車線都很可能仍然要封閉 在這裡報道這麼多 加分給陳凱欣 謝謝